草存镇石川里鼻形路二段1369号及1221巷等部分路段 长期饱受没有自来水可用之苦 民众只能够借用地下水 长期饮用时会值高的地下水 担心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因此民众只能够实出澄清 我在这边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我们这边有很多居民都没有自来水 所以说透过唐议员还有林代表来帮我们协助 来帮我们为我们这些必兴路的居民做一个澄清 能够让我们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必兴路这个地方 长久以来我们都是用地下水 看能不能借着这一次可以申请 然后来有自来水可以用 深感当地居民无自来水可用之苦 经过县议员唐小芬及正名代表林金潭的关心及反应下 特别邀请自来水公司及县府等相关人员 在草屯镇公所找开协调会 共同商讨改善办法 石川里鼻形路二段这边有三十几户的住户 那长期下来因为这边都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那也都是饮用地下水 那长期下来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次透过我们草屯正名代表林金潭代表 那来到我服务处边做一个澄清 那这次我们透过我们公所以及县府在这边 单位做一个协调 因为申请自来水管线必须要支付入修费针对迟疑问题 县远唐小芬期望公部门能够积极地为无自来水的居民争取经费 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用水的权利 也透过自来水屏蔽 让这项计划落实增加民众期待及幸福感 那因为申请自来水必须要有一个陆修费 那关于陆修费的问题 那希望说有我们的地方政府 有我们政工所能够把我们这个陆修费 能够把它促齐 那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地方 把这个自来水能够来完成 因为毕竟它这边长期下来 也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一个生活圈 希望说把这一次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评比 自来水的一个评比 能够把这个这项的计划能够落实 那带给我们这边所有的住户 能够有一个自来水可以饮用 30多户的居民十多年来 都没有干净的水可以用 要喝自来水却卡在庞大的卢修费用 粗估需要500万的经费 希望工部门能够重视 积极地协助民众 能够及早使用安全的自来水 记者洪一伦草存正采访报道